彭德怀已在我们脚下碰得头破血流 初战证明 兰州的命运乃至整个西北的命运 稳操在我们手里 对 我们还有秘密武器 阿爸 我早就说过 西北的土地 人和猪 石头沙子 都是姓马 青海的马 一万年也变不了 是 是是 当前啊 我最担心的是怕彭德怀跑了 要是他不逃跑 我就捉个活的给您看看 是 是 我现在为难的是啊 将来这十几万共产党的俘虏 我怎么处理啊 珍珠保佑你 我的儿子 目前的胜利只是出胜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彭德怀老谋深算 既凶狠又狡猾 恶仗还在后头呢 接着马纪元告诉老八 马不方 现在兰州外围的共军 数量上暂时比我们占优势 你以西北行政长官名义 加上初战胜利之位 争取宁夏兵团和中央军的陆南兵团 能早日靠拢配合 陆宁两兵团有六个军 加上马红斌的第八十一军 周嘉宾的第一百二十军 黄祖勋的第九十一军 共九个军 而目前共军三个兵团只有六个军 一兵团还在包抄我们后路 不能参与攻击 我们在数量上就将占优势 再让胡宗南派飞机支援 截断共军后方补极限 加上兰州一手难攻 兰州决战定能胜利 我正在敦促马红奎 尽快地出兵兰州 以使决战全胜 好 好 你帮我把纸笔拿来 我要电荷马不方 老蒋知道后觉得 马纪元比胡宗南靠谱多了 一边电荷马不方和马纪元 一边督促陆南兵团和胡宗南 要好好配合 第一野战军在初次攻击 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受挫 彭老总也及时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 本日施攻兰州外围 19兵团5个团 二兵团约4个团 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 守敌上完墙 攻势很坚固 之后彭老总下令全线停止攻击 全军进行反思和充分准备 彭老总特意来到了一野 19兵团指挥部 给毛主席写了检讨书 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说这次施攻是我决定的 时间仓促 准备不够 此时的杨德志和李志民 因为前两天的仗没有打好 心情有些沉重 也憋了一肚子气 彭老总安慰说 我们的战事很了不起 杨德志说 19兵团的历史上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军事团干部都很憋气 迫切要求继续打 非出这口气不可 说起干部 我不喜欢搭了脑袋 李志民接着说 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 千万不可轻视二马 否则必至吃亏 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 也一再教育部队 但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果然吃了轻敌的亏 仗没有打好 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 说到责任 那要看谁下的命令 不是你杨德志 也不是你李志民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 是我 彭德怀 我一向主席 学了检查 情况不明 仓促进攻 这里的问题啊 你们 没打过我那仗 可我打过 两宫于林 幸福战役 我都犯过错 再一点 我的脾气 有点像李葵 说的好听一点 是阎王爷开店 鬼都不上门 说的难听一点嘛 那是高山到马桶 臭气远洋 光在这骂自己是不行的 兰州是骂不下来的 然后彭总画风一转说 不过受阻的主要原因 我看是轻敌 次要原因是敌人顽强 攻势坚固 青马匪军 是当今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之一 我们通过这次施工了解了敌人 这是最大的收获 告诉部队要沉住气 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仔细地研究敌人的防御特点 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 待命发起总攻 现在你们就跟我走 彭总 吃碗热面吧 彭总来不及吃饭 就和杨德志去前线了 打了一天 不能白打 至少默清了敌人的火力情况 敌人的主力在南山 东西已薄弱 北边的黄河铁桥是唯一的退路 看来攻占南山 夺起黄河铁桥 是解决兰州的两个关键问题 在第二 十九兵团第一次施攻 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势力后 担任截击兰州战役中 可能西逃之敌的 左路第一兵团正在急速进军 8月22日14时 第二军第六师向临下发起禁忌 防守临下一带的 韩启功指挥的新边骑兵军 魏战击溃 敌一部被监 大部逃散 临下被解放 至8月23日 第一兵团连续攻占康乐 宁定 河正 临下 涌进五城 歼灭青马新边骑兵军骑兵第一旅大部 骑兵第三旅一部 第一兵团的迅速挺进 使兰州守敌右翼安全和马步方老巢西宁 受到严重威胁 这让马步方坐卧不安 在此情况下 他不得不抽掉骑兵第八旅 和骑兵第十四旅残步 窜回青海 以增强西宁的防御力量 8月23日 毛主席指点彭德怀 张宗勋 马步方即决心守兰州 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 为歼灭该敌起见 四旭集中三个兵团 全力于攻兰战役 王阵兵团从上游渡河后 四宜迂会于兰州后方 即切断兰州通青海 及通新疆的路 并参加攻击 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 忽不使马步方退至新疆 危害无穷 攻击前似需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 使部队恢复疲劳 详细侦察敌情 地形和鼓舞士气 做充分的战斗准备 并需准备一次打不开 而用二次三次攻击 去歼灭马迪和攻占兰州 在总结的初次施工炮火 不能发挥作用的经验 彭老总命令把大炮直接推到山上 野司首长和战士们 一起艰难地 把沉重的大炮往山上推 彭老总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建议 休息一星期或更多时间 决定8月25发起总攻 24日给主席发电请示 以三个兵团打兰州 黄兵团决从兰州上游渡河迂回南北 二 宁马出动三个军 经黄河左岸增援 蓝城可能性大 如两马集结兰州 并州黄两部共有13万兵 聚首坚程 我集集三个兵团 短期内亦不亦攻占 同时粮食很困难 不能持久 运输现场 运输工具少 即弹药亦不能得到充分捷技 运输更不可能 不决定乘马红葵部 跪到前 围攻兰州 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 如未解决青马军 而宁马援军破进时 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 集结五个军打宁马 三 二兵团 十九兵团工程准备工作一妥 疲劳尚未恢复 粮食不足 油菜更难解决 青马匪军不断反习 故很难得到休息 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 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 故决定在二十五日成开始攻击 八月二十五日扶晓六点整 随着彭总的命令 开始 开始 炮生大作 一也把自己的所有炮火 全部打了出去 攻坚兰州的战斗再次打响 面对敌人依山而建的坚固攻势 几师门大炮持续轰击了半个小时 由于战前的仔细侦察和炮兵的精确计算 马家军阵地瞬间烈焰生腾 专时横飞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 步兵勇猛地冲向敌阵地的削壁堡垒和层层防线 实施突击 关注圣唐影视 下集更精彩